美女記者戰地慘死 很可惜這個弘亂罪都無法被達成 因為三本尾鄉在敘利亞採訪內戰時殉職 45 歲的三本尾鄉是戰地記者,經常出入戰場 她前晚與男同事在敘利亞北部阿勒婆 跟著反對派自由軍一起走 誰知中途撞正政府軍,她中槍倒地 醫院證實她死於頸部中槍 同行的記者佐藤和後 在三本的遺體旁邊傷心落淚 她爸爸收到女兒的死訊,即時痛哭 其實三本的爸爸都是記者 她自小受爸爸分圖 1990年大學畢業後 曾經在CS放送局負責拍紀錄片 到1996年加入獨立媒體《日本新聞社》 成為日本少數的戰地女記者 她曾報道阿富汗婦女 在塔利班管治下如何受到欺壓 2003年去伊拉克採訪美軍空襲巴格達 成為巴格達唯一的日本女記者 更獲得國際戰地報道的最高獎 尚田賞特別賞 她曾經說過 這一分鐘和村民談笑風生 下一分鐘怕火狂冠濫炸 大家落方意圖的滋味是怎樣的呢? 可惜她這次走不掉 雖然女兒永遠都不能回來 但爸爸說她是一個好記者 以她為榮